我们发现在我们台北市的人口里面 大约40岁以上的人口 只有25% 也就是1%的人的骨质密度是正常的 那70岁以上的人口 已经有一半的人 是属于骨质疏松的状态 那由于骨质疏松 它是属于一个无声无疾的疾病 大家很容易被所忽略 所以会希望提醒大家说 能够及早发现及早预防而治疗 那一般来讲 骨质疏松它并不恐怖 恐怖的是在于它发生了骨折之后 以及骨折之后所造成的一些并发症 一般来讲骨质疏松所造成骨折 最常发生的区域大约就是在腰椎 容易造成一个腰椎的压迫性骨折 还有在大腿 髋关节的部位的 骨骨筋骨折或是大小砖子间骨折 这些都是因为骨质疏松族群 最容易因为一个跌倒 纤维的外力就造成骨折的部位 所以骨质会要提醒大家 尽量能够一般停经后 妇女大概在停经之后 就很容易会面临骨质疏松的问题 可以注意自己身边的妇女 或是自己的妈妈 提醒她们及早去做一些骨密度检查 及早发现看自己有没有骨质减少 或是骨质疏松的问题 那我们的骨密度最主要是要看它的梯质 一旦我们发现我们有骨质正在减少 骨质流失或是甚至已经到了骨质疏松的阶段 的话我们会提早介入治疗 然后预防发生骨折的机会 一般正常的脊椎的话 它是一个锥体这个标准的长方形 那一旦因为骨质疏松造成压迫性骨折的话 它就会产生一个裂痕 造成这个锥体整个塌陷掉 而产生一个楔形的形状 因为骨质疏松所造成的骨折 最常发现的就是在大腿骨髋关节的部分 其中又以骨骨颈以及大小转子间 为最常发生的部位 老年人只要从站着的高度跌倒 就可能造成大腿骨这边的骨折 那骨折术后 通常老年人容易生 可能会有引发一些内科的并发症 或者是说它术后会丧失一些生活治理的能力 以及家里需要一些付出一些成本 去照顾这些老年人 这都是可能会造成的一些连带的后果 重的问题的时候 我们通常会先呼吁病人 尽量要及早做检查 做骨质密度的检查 及早发现的话 可以进一步地做一些药物治疗 那如果说一些日常生活调整的话 就是尽量都保持运动的习惯 然后保持每天至少晒15分钟的太阳 然后适时的补充盖片 谢谢大家